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子 在网上买了三个椰子螺 第一次见这种东西,今天也是第一次吃 看一下,这个螺肉还是非常大 个个都有一斤多 我们今天做一个爆炒椰子螺 先去给它焯一下水 完了之后把这个肉给它拿出来 这个螺肉还是挺新鲜的 我们给它简单焯一下水 方便一会儿能把肉给拿出来 放几片生姜,再放几根小葱 在水还没有开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螺肉捞出来了 因为煮的太久的话 容易把这个螺肉的鲜味给它煮没了 现在给它捞出来 它这个螺肉都已经翻出来了 刚刚捞出来太烫了 用凉水给它冲一下 现在我们把这个螺肉给它拿出来 第一次弄这个螺 不知道能不能把肉完全的给它弄出来 看见没有,还不错弄出来了 刚刚那个取得还挺容易的 现在再把这个取一下 这个椰子螺好像越大越不太好取 看一下,出来了 把它上面的内脏全部给它拿下来 内脏已经处理掉了 现在把它给清洗一下 我们现在把螺肉切片 这个螺肉切起来还是比较有韧性的 这个螺肉切起来还是比较有韧性的 感觉有点费劲 螺肉已经切好了 看起来还是挺多的 把生姜切成小粒 再切点小米辣 小葱切断 切板烧热后倒油 把葱姜蒜倒进去爆香 少来一点红油豆瓣 给它炒出红油 小米辣倒进去也炒一下 把螺肉倒进去 加一点点生抽酱油 少来一点老抽 再加点料酒 给它去去腥 再来一点醋 从锅边淋入 最后来点白糖提鲜 螺肉已经好了 最后给它撒点葱花 朋友们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螺肉已经炒好了 尝一口 这个螺肉吃起来有点老 但它嚼在嘴里面是那种脆爽的感觉 而且还能明显的感觉到海鲜的那种鲜味 非常的不错 这个螺肉吃起来真的是脆爽有嚼劲 第一次吃这种海螺 这个螺肉吃起来真的是脆爽有嚼劲 第一次吃这种海螺 放了几个小米辣 这个辣味也十足 几个小米辣 不错 放在这种海鱼里的那种海鱼里 放在水上 在水上 放在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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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